日本台医会一年一度的联合音乐会 现场乐身悠扬 今年由中国医药大学的旅日校友主办 现任校长黄荣村专程率领校内的 幸运合唱团来助阵 报道会台特别设置募款特区 呼吁大家慷慨解囊 帮助南台湾受宅同胞 这个很难的今年这次来会 这次就有中国以前 中国医药行业 现在来复杂 好好拍很多学生来共产兴趣 我要祝福今天台会成功 我从来到这里跨着后遇 为了爸爸最早来莫欢 很感动 舞台上的每一位表演者 都是日本台医会的成员及家属 这个团体由台北医学大学 高雄医学大学 中山医学大学 及中国医药大学等四所学校的 留日校友会组成 每年轮流主办音乐会 今年的表演有乐器演奏 合唱 独唱 还有令人怀念的台湾乡土歌谣 中山医药大学校友会长 中山伯雄开场时提到 台医会近年来出现明显的断层 希望各校友鼓励学弟妹到日本 深造或行医 这次的音乐会主题 特别选择青春女要动 鼓励大家越活越青春 心灵合唱团最后带来 按口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全场大合唱气氛 温馨令人感动 非常好 那么高的水准的演出 不简单 在海外国内又大家 新寄生理 宣慕时中山伯雄会长 与唐荣村校长附赞纪念品 并交棒给明年主办的 高雄医学大学校友 祝福校友来宾 拥有精彩的生命乐章 泰文官电视协会之 日本东京采访报导